我们一起来易经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方面最幸福 好的 寒流来袭了 老师要送四双拖鞋给大家 这个严寒的冬天 这个毛毛拖鞋 每个拖鞋里面就隐藏着一个挂像 这个拖鞋其实它是蛮中性的 虽然说那个橘色 其实男生也可以穿 那各位就来选一个 就是哪一个拖鞋 那他告诉你未来一个月 你在哪一方面是最幸福 那米娅你要选什么颜色 这个是灰蓝色的 橘色的 绿色的 跟咖啡色的 橘色的 OK 好 来 乔音 我也是二号 我要三号 三号 绿色的 好 绿色 我要三号 三号 也是绿色的 来 一 二 三 二号 我要四号咖啡色 好 很低调 二号的人很多 幸福又提倡 一号没人选 那观众朋友一定有选 我们来看 观众朋友 如果你选到是灰蓝色的话 未来一个月 你在哪一方面最幸福呢 这是什么挂 这个叫做水地比 未来哪一方面 工作上面相辅相成也 也就是说在工作上面 事业上面也好 你很有成就感 而且你能够顺利度过 你之前的一个困境 所以它也有九十分是非常高的 很可惜 我们在座人没选到 那二号我们在座人 好多人选都喜欢橘色的 那这是什么挂呢 这个叫做三雷仪 感情有所依靠有七十分 不管感情也好 亲情也好 爱情也好 友情也好 在下一个月来讲 都会让你觉得 精神生活是非常非常满足的 我们再来看三号 三号是 我选的 张老师 还有关锦老师 两位老师好 那观众朋友 如果跟两位老师一样 这是什么挂呢 这个叫做一雷腹 身体能量满满 所以有八十分 其实身体不好 前面这两个也就别看了 所以身体是最重要的 所以未来一个月 身体让你觉得好体力充沛 感觉好幸福 最后一个是 只有一位老师 凭什么 地风声 这个劲才多到满出来 几分 一百分 所以才是感觉 才满到满出来 还是蛮幸福的 所以这四个挂 就给大家吃参考 年关将近 我们钱就要索得好好的 请问一下关锦老师 我是真心的 你真心的 好不然我们钱说得到 来 这里看她的真心 关锦老师 有什么开运的小秘法 可以帮我们转气 招财 还有把这个年关过好呢 首先我们的材料守住的话 我们一定要来检视看看 我们自己身上所使用的 这个钱包 那钱包其实你不要想说 皮夹我们平时在用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庄前收纳的工具 但是你更要知道 它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个 很贴身的金库 那因为我们不了解说 原来它是一个贴身金库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它的外形状态上 我们就忽略到 例如说像你去看有些人的皮夹 它就是稍微有破损 那就代表它的财库破损 真的是尽量不要用 因为无形当中就算说 你钱财进来也会有一些财 一直往外流失不断 或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很节省没有错 可是他就是磨到脏脏的 舊舊的 他也同样在用 其实这样子在他的财库显示 也是比较脏乱 不干净 所以财神也很难靠近的 所以我们讲说 这样子的一个外观 如果说有破损或是脏脏舊舊 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财运的 好 那尤其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皮夹 它其实就像我们一般讲的 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财库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无形的财库 它跟我们这么贴身的话 我们当然是要来帮自己来打造一个好的 一个干净 然后里面是一个比较有一个空间感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 我们在每个年度 时间到的时候 就可以帮我们自己 一定要这个更换皮夹 那更换皮夹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快年底了 那明年即将是进入农年的春年期间 那这个时候都是我们自换皮夹 就是最好的时机点 因为你如果有新的皮夹 它有新的一个气场 也可以比较容易聚这个好的气 那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会有纳这个 新的财气进来 好 那像像老师就有顺便带来是 最近老师有换了一个皮夹 我们讲说这一个 壮色的这个皮夹里面 它其实是有这个 我们讲说魔鬼藏在细节里 我们除了刚刚把它打开的 这个扣子 你要看起来 发现说它是有钱带钱的 钱连钱 它是一个铜扣 铜财扣 铜钱扣 是 扣住 所以它有钱连钱 然后它有个特殊的一点就是 它是皇财神种子 扣在这边 所以它是有钱连钱财神种子的加持 那请淮山神来加持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的财富就是放大 然后也会让我们财积爆棚 然后也会让我们财源源源不断 好 这是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 这个外表的那个铜钱扣 那大家看一下 刚刚老师大概翻给大家看 我们里面的空间一定要够大 有些皮夹窄窄窄的 好 所以我们要让钞票做得舒服 然后每一个地方卡片 发票 收据 它都有空间可以做之法 这个最美 老师讲的没 对 像这个笃铃哥讲的就是 这个最美的 对 烫金印八吉祥图腾 你不要小看这个烫金印八吉祥图腾 它可以帮我们这个化八种炸气 摸得出来它的那种质感 质感 它的凹凸面 而且非常细致 它是烫金印的 烫金印的 八吉祥图腾 八吉祥图腾 对 它可以藉由八种法器 各种化足之后的业力障碍 然后藉由这些好的福报 给予我们一生能量 那还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皮夹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 有一个这个黄财神星咒 还有这个咕噜咕噜 佛母星咒 咕噜咕噜咕噜 佛母星咒 那我们知道黄财神星咒 跟咕噜咕噜咕噜 佛母星咒 它是所有见证效果最有效的咒语 所以黄财神星咒 它可以帮我们争取赚到正偏财 那咕噜咕噜咕噜 佛母星咒 它是帮我们提升我的桃花贵人 所以说还有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 容量的空间 还有一个 这两面喔 对 它这边 八吉祥是两面耶 八吉祥对 两面这边有一面 里面还有一面 对 我们总要互里面跟外面 好 那这个暗库来咯 我们这边会有这个放个钱目 好 还有放我们的这个 发财经啦 平安福啦 健康福啦 我们来开运会放在这个拉链里面 那一个重点是这边很特别 它会帮我们有一个葫芦的拉链头 是 葫芦是周材的 对 葫芦它可以帮我们 万一我手气最近磁场不好 然后我可能放了平安福 还是说我钱这样扣扣来 把不好的气带进去 它就会把我这个葫芦 去帮我们化煞 防止这个外力的入侵 然后帮我所有不好的转化为福 所以葫芦 葫芦它是一个非常好 让我们可以收在我们这个服录里面的 所以以上我就觉得说 哇 这样子感觉真的替我们 就是蛮贴心的 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外形上面 像我们这个是不是一定用 都一定要上扣 对 对不对 那上扣很多人就是可能就这样开着 我电话打一打发票哪哪 就这样开着 其实一定要把它上扣 上扣其实代表我们就是 把我们财库紧扣 但是有了这些皮夹呢 大家呢还没有办法说 如何知道怎么一个招财密法 所以除了这些老师会再来提供 有的皮夹还不够 老师现在要帮我们来提醒 就是说我们在现在是年底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农历冬至一直到明年 是迎接农年最好的时机点 会在大概正月初五元宵前 好 这些都是很好的气场 我们这时候可以来做这个密法 好 这个密法怎么做呢 老师这边有准备十二生肖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自己去对应一下 你是什么样的生肖 例如说我是属龙 属狗 属牛的 我就要准备一六八八的前亩 吉祥树 那我是属马 属猴 属鸡 我就准备八八八 然后我们是属这个 这个属蛇牙 五一八 然后我们是虎兔猪 就是一三七零的前亩吉祥树 是 属于自己个人的 那我们找出我们自己的吉祥树 之后呢 那当然我们这时候呢 像吴老师呢 会有个习惯就是 我会把我自己的糾集 糾集 幸运的糾集 然后呢 后面我会写上我自己的名字 生成年月日 我会在祈福的密法这一天呢 我会把我的糾集跟我的钱目 糾集 好 放在我的这个 的皮夹里面放进去 好 所以一起放进去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在这边 净两财器 好 另外呢 我们是不是皮夹要扣上 对不对 扣上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可以念 黄财神心咒 这边的心咒可以念七字 代表说好 我们请财神来入库了 好 另外呢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会走春拜庙吗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皮夹 新皮夹 然后呢 到这个炉呢 天公炉就过三圈 净化一下 可以招满满的财气 最后就是过完年后 我里面的钱母啦 我可以放在我们家聚宝盆里面 还是我要存到我的银行的户头里面 就好像增加我们自己的财气 好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小秘法 跟我们换新皮夹的 当时呢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 重新再新的一年 我们讲说这个秘法 越早做越好 是 不要一直等到说 那还有到明年的正月元宵 我再来做 就会迟了一大步 我们里面越早做呢 就可以越早接引这个 龙的财气的财运 是 所以最后呢要提醒大家 我们可以有个好习惯喔 每一周 我们就来整理我们自己的皮夹里面 把它净空 然后打造这个存钱好环境 好 然后这个皮夹 记得我们拿完东西 就算打电话要随时上扣 因为就是让我们财库紧扣 好 然后呢 不破财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财富 紧紧锁在里面 那明年是龙年祝大家 这个是龙年发大财 龙年集龙来 祝大家都可以大丰收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加把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